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支的和循环的 顺序也就是一件一件的事情做 然后分支就是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然后循环就是反复的做 反复的做直到某种情况才结束 所以这三种结构是我们程序里面的最基本的结构 在计算机里面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复杂的一个事件序列 它都可以通过这三种结构以及它们的千套来完成 也就是顺序里面可能这某一件事情它又是一个分支 或者又是一个循环等等 通过这样的结构来完成 但这个证明我们就不证明 但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们现世界里面你是一位这个办公室的秘书 那么你能做事情呢 你就是顺序的做 比如说A件事情做完了再做B件事情 分支的做呢 比如说来了一位先生你怎么接待他 来了一位小姐你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接待他 就分支的情况做 还有循环的做 比如说符印这份材料符印100份 那么你就反复的循环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就是重复的做 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去完成一个任务呢 那没有了 你想想确实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就从这种方式呢 就证明了 或者说我们就理解了程序这三种结构 所以实际上程序里面的语言呢 他就要把这三种结构怎么来写 告诉我们 那么当然顺序呢 就是从上到下写了 或者说在加班里面呢 它是一条语句一条语句的节奏写 那就可以了 那么最简单的语句呢 就是方法调用语句和复制语句 那么复制语句 方法调用 比如说我们显示print line 那就是这种 就实际上是调用一个方法 然后呢 复制呢 A等于3加X等等 这个冒号 问号冒号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目运算呢 就表示一个条件运算 就是A大于0就去A 否则就去负A 实际上相当于取得A的绝对值 同样呢 我们这里呢 既调用一个方法 还呢 负值 或者是我们把一个整数解析出来 再负值 所以这是简单的语句 那么 这样的话里面呢 它没有像我们 C语言里面的 比如说逗号运算符啊 还有所谓的表达式语句 这个概念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X加Y一个分号 它是个表达式加个分号 但是呢 在加Y里面是没有意义的 这两个变量相加 然后一个分号 它是不合法的 编译通不过的 所以这就避免了我们写一些 无意义的 或者偶然写错的 那一些这个所谓的表达式语句 那么它要么是负值 要么方法调用 才能算是合法的语句 那么程序里面另一种结构呢 这个可以不算语句 但是它确实程序里面经常写的 就是注释 这个注释呢 有三种方式来写 一个呢 是用单行注释 就是用双斜杠 然后移植到某尾 就是这个就是表示普通的注释 然后呢 或者一段落可以写多行的 这个注释 就是一个斜杠新号 在新号斜杠这种方式 这个注释 那当然这个注释呢 是不能迁套的 这是这两种常见的 跟C和C++类似的书写方式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一个斜杠双新号 然后呢 新号斜杠 是加了里面特有的文档 其实我们这个呢 前面提到过 这个文档注释呢 也就是说 它的目的呢 就是当我们的程序啊 把这些注释和代码 都写到一个文件里面 那么这个注释呢 它可以用JavaDoc 这个命令 把它生成一个 一个API文档 那么在生成的时候呢 它还可以呢 写一些特殊的符号 比如说C表示引用 或者参考 Warsing表示版本 Author表示左折 一个圈圈 也就是at Param这个参数名 表示参数的说明 Return表示 函数的返回字说明 at一个ception呢 表示异常的说明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生成注释的时候 它就可以用特定的这种 格式来显示 那这种文档呢 它好处呢 就是我们现在写程序呢 就是程序的可读性呢 可以说放到相当高的地位 因为只有程序可读 易读 那么你才能够呢 维护 才方便以后的修改 方便代码的检查 所以文档 这个注释呢 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这个文档呢 和代码 它也习惯写到一起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自动的 把这些文档生成出来 生成到专门的一个 就所谓的加码多克里面 所以很方便 那我们以后写程序的时候呢 也尽量多去写这个注释 谢谢大家